这个男人名叫古田任三郎 是一名警探 今天晚上又有一起命案发生 死者叫龙川是一位中提琴家 从现场看 是因为雨天路滑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而死 警察从死者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公寓的钥匙 然而古田却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正常人一般的会用左手把住门把手 右手拿钥匙开门 所以关好门以后 会自然的把钥匙放回右边的口袋里 可死者却是放在左边的口袋里的 难道他是个左撇子吗 另外古田还发现 死者家里有一个鱼缸 里面的鱼全都死了 开始古田还以为是鱼缸坏了 可再一看 是因为鱼缸没有插垫而停止打养 所以鱼才死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 养鱼的人怎么会故意把鱼缸插头拔掉呢 因为死者是乐团的中提琴手 所以古田来到乐团做例行调查 经过调查 乐团的指挥曾经跟龙川交往过 但指挥说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并且自己现在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古田还说 昨天晚上龙川其实是要去参加一场演出的 但因为出了事情没有到 指挥就临时找了替代的人 然而音乐会七点开始 指挥六点就找了别人替代 万一找了替代的人而龙川后来又赶过来 那不是很麻烦 指挥说 当时已经开始彩排 可龙川一直没到 工作人员打了很多通电话 但没有人接听 即使他当时赶了过来应该也不会让他上场了 他不会选择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来演奏的 经过尸检 古田发现死者并不是摔伤而死 是被顿气击打致死 而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当皇馆的一个配件 于是他问指挥是否知道乐团里叫石森的演奏当皇馆的人跟龙川正在交往 指挥说自己不知道 于是古田找到石森 他们确定在案发现场找到的那个当皇馆的配件就是石森的当皇馆上面 并且案发当天有人看到石森出现在龙川家附近 难道是石森用当皇馆杀害了龙川吗 可石森却说他不会用当皇馆去杀人的 因为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 对他来说是很珍贵的东西 古田让石森把案发当天的事情全都说给他听 听了石森的话 古田终于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 因为石森经济上非常拮据 所以在参加龙川的葬礼之前当了自己的当皇馆 租来一套礼服去参加 所以这个当皇馆在龙川被杀的时候还没有坏 作案的不是他 是有人想要嫁祸给他 案发当天他也确实有去过龙川家 但两人并不是恋人关系 而是石森在追求龙川 龙川并没有答应 让古田产生怀疑的是龙川葬礼上指挥对石森说的那段话 他问石森最后一次见龙川是什么时候 石森回答是昨天 指挥说在他家里吗 石森回答是的 这段对话非常奇怪 因为指挥似乎非常确定石森和龙川在交往 然而古田在之前的询问中 指挥却说根本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 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之后石森说最后一次见龙川是在昨天 指挥就立马说是在龙川的家里 那他又是怎么断定石森去过龙川家的呢 真相只有一个 凶手就是指挥 原来指挥跟龙川一直保持着情人的关系 但龙川最近似乎找到了新欢想要跟指挥分手 指挥因为嫉妒 一气之下就用烟灰钢把龙川打死了 之后又把他从楼梯上推下去 制造成意外的现场 而古田调查出是他杀的时候 为了嫁祸给石森 他又把石森的肝黄管砸坏 还把配件丢到了案发现场 决定性证据就是指挥手指上的窗口贴 指挥之所以这么确定龙川和石森在交往 是因为石森的手指上受伤了 于是指挥就以为石森肯定是去了龙川家里 在喝酒的时候用了开瓶器 而那个开瓶器非常的尖锐 划伤了石森的手指 而他之所以知道这些 是因为他也在龙川家划伤了手指 只要咽一下开瓶器的血液反应 就知道指挥当天到底去没去过龙川家了 人不能双标 自己想要脚踏两只船 却不许别人寻找自己的幸福 如果一开始就认认真真的在一起 也许两人就不会以这种结果收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